过往的大车 发现他到那儿 就紧急地躲到那个 应急车道 逼上他 应该是贴了他头皮过去的 一边跑一边给他们交警 这个打电话 咱们持续来车嘛 我打开他的后备箱 然后又把那个警示板拿出来 但是后备箱打不开 当时我估计应该是 整个车已经给爆死了 已经打不开了 我就因为车挠不动 那我只能跑前面去 去看那个人 当时我看那个人 就是满脸是血迹 意识已经基本是不太清醒了